谢谢 请继续提问 中区第四排 第五个女士 总理你好 我是台湾中天电视台的记者戴律 我想请教您的是 台湾今年政党轮替 那么有舆论就认为呢 这个政党轮替之后 可能会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 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那么我想请您谈谈 您对于今后两岸关系前景的一些看法 然后想请问大陆方面 会不会继续推出 这个促进两岸经济合作 有利于民生的新措施 谢谢 在台湾这年有一个认识 这将会带着不确定 去交易交易交易 我愿意问您的认识 这将会发 voice 这是建议和方式而立的 发展认识 而推出 造福了两岸民众 两岸经济社会关系 也在不断密切 而且需要良心互动 我记得去年 我到福建去考察 曾经开了一个台商的座谈会 不少台商对大陆出的经济举措 很敏感 很多人都提出来担心 会不会对台湾投资企业的 优惠政策有改变 我们听进去了 回来就发了文件 明确已经有的 对台商台湾投资企业的 优惠政策不太改变 要给定型完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是同胞啊 对台湾投资众 对台湾投资众 和台湾投资众 和台湾投资众 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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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的问题是要保持两岸的和平发展 及时还是九二共识 只要增询这一政治原则 共识 大家都认同属于一个中国 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好谈 我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 是乐观的 我们之间的血脉 是分不开的 我相信那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也会造成两岸民众 改善民众 谢谢 我们的概言 我们最进行 以改变unted iva中完 observer Strawを集合 这是一切的 和平方的実力 又一切 又一切 一切 成 wird 到一切 总领 同意,同意,和台湾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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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我许多一个问题是随着共产业的关系. 我跟预备观看着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专门连续续合作业续合作与我们的关系 美国华盛的华盛的华盛的华盛